我和妹妹是连体婴 我俩性格迥异 一个活泼外相 一个文静乖巧 婴共用一个肾脏 紧实的皮肤把我们牢牢地连在一起 我们朝夕相处了18年 却一直想要离开彼此 甚至都想杀死对方 和妹妹做分离手术的前夜 我们都睡不着 依然声音冰冷 明天我就能摆脱你了 此时我俩平躺在床上 同盖一张被子 双手交叉地放在肚子上 这样的姿势我们已经睡了18年 小时候有那么几次 依然平躺着嫌疾 下意识地想翻身侧着睡 可稍微一动 就被相连的皮肤拉扯回来 她性格外向活泼 开朗又好动 一整晚只保持一个姿势 睡也确实难为她 明天她就能摆脱这一切 恭喜 你拖累了我18年 我终于自由了 她对我的话不以为然 还在续续说着对我的埋怨 是啊 我拖累了她18年 但是这被束缚的18年里 我又何尝自由过呢 从济世开始 我便清楚 我跟妹妹是特别的 我们被称为连体婴 我专门查过一些资料 得知连体婴也分很多种 有的是共用一个心脏 有的是背靠背连在一起 有的甚至是头对着头连在一起 像这些连体婴一出生 就得做玻璃手术 不然根本没有办法正常生活 而关于这种玻璃手术 父母必须早早做出选择 留下谁 还有抛弃谁 我们这种共用一个肾脏 只是腰部皮肤连在一起的 被医生称之为幸运 因为我和妹妹一起吃饭 睡觉 洗澡 上厕所 都不算困难 当我们长大后可以做手术 这样两个都可以活下来 父母没必要艰难取舍 只是 这对我来说 从来都不是幸运 名为父母之爱的这座天平 其实早已倾向于依然这一边 父母和依然 都厌恶着我 妈妈对我的不喜欢 从婴还七十 便开始了 当妈妈给我们喂奶时 她的幼乳总是被我咬得吃痛 甚至伤口结了假 而依然那边 每次只是吃奶吃得很香 从来没有咬痛妈妈 所以 在我三岁的时候 妈妈才会靠在依然那头 温声道 然然 妈妈最喜欢你了 你从小就让妈妈省心 不像舅舅 每次喂奶 都会把我咬得痛苦不堪 她不在意 我是否会听见 会因为这句话伤心 毕竟 没人在意我 就像我的名字依旧一样 我的所有东西都是旧的 爱玩的玩具 是依然玩腻了的 喜欢的鞋子 是依然穿过一两次的 还有小时候的那些童话书绘本 都是被依然图图画画的面目全非后 才落到了我的手里 明明她才是妹妹 可是我却是一直用旧物的那个 谁让依然活泼开朗呢 妈妈照顾我们这种 可以被称为异类的人 实属不容易 所以 她更是需要一个情绪外放的女儿 来时刻反馈她的爱意 像是 妈妈 谢谢你对我的照顾 我一定会赚很多很多的钱 让你过上好日子 妈妈 医生说了 等我们长大了 就能做手术了 到时候一切都会变好的 妈妈 看到你这么辛苦 我真的好心疼 依然只是口上说说 可妈妈偏偏吃这一套 为此还红了眼眶 而我见她累得捶腰 想要上去帮她揉揉 她却在我靠近时 露出嫌弃的表情 你天天一副丧气鬼的表情 看得就烦 滚圆点 丧 可是 妈妈 我没办法做到性格开朗啊 我没办法忽视 别人看我们或异样或恐惧的目光 没办法装作听不到 他们是怪物妈这样的恶语 没有办法忘记 在幼儿园的时候 同学们都朝我们扔小石子 骂我们是该死的妖怪 我更没办法忽略妈妈对我的厌恶 依旧 多学学你姐姐 我那么努力为你们赚钱 你一句感谢的话都不说 白养你了 依旧 你知道吗 你每天都在拖累我们 拖累 你妹 在他们心底 我是累赘 依然更是觉得 我拖累了她 就像 在幼儿园的时候 那些小孩子开口骂骂我们 她不顾一切地想冲上去 跟那些人打架 而不能跟上她行动的我 往往会因为重心不稳 导致我们摔倒在地 这让我们的样子 更加滑稽 惹人发笑 事后 依然将错怪在我头上 总是锤打我 她讨厌我像个耸包 更讨厌我阻挡她放光发热 让她丢了面子 回去后 她还哭着跟父母告状 慢慢的 父母越来越不喜欢我 有时甚至把我当透明人 但是我们上初中的时候 不光是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成绩 也是备受瞩目 我总是考年纪第一 而她则是年纪第二 明明 我才是最出类拔萃的那个 可每次考试成绩出来 爸妈准备了满桌子的菜 不是为了庆祝我考第一 而是为了庆祝依然考第二 咱们然然平时课余活动那么多 还能考第二 真的是太厉害了 在爸妈眼里 我埋头读书 是个了无生趣的书呆子 而依然就不一样了 她抱了很多兴趣班 有绘画 钢琴 声乐 在课上她嗲嗲的声音 问老师自己光影构图 如何嘶哑着嗓子唱歌 问老师唱得怎么样 老师们会向父母夸赞 说依然很用心 同时 也旁敲侧击地告诉父母 我课上虽然只顾抱着一本书看 但也算参加了兴趣班 是要交课室费的 老师们还暗示着 说我精神上可能有问题 回家之后 妈妈便抱走我一顿 说我什么事也不干 就知道浪费钱 给她丢人 可是 我说过 我不想伤心去班 我只想在家问书 他们明明听见了 却根本不考虑我的意愿 有时候 我也会问自己 为什么 我没有一张含了蜜糖的嘴呢 为什么 我挤不出能治愈一切的笑容呢 就这样 我在父母还有妹妹厌恶的眼神中 扛过了三年 步入了高中 高中的学生 相对成熟一些 他们接受了几年教育 老师的教导 让他们把怪物 妖怪之类的词语 埋在肚子里 挺好的 这样 也能避免依然在冲动之下摔倒 我也能少挨一顿打 至于让依然担心的校园霸凌 没有发生在我们身上 毕竟他们会欺负弱者 但不会欺负怪物 同学们都对我们近而远之 礼貌客气地照顾我们 他们足够小心翼翼 生怕一个不小心 就把我和依然劈成了两半 有那么几次 我真的希望有一把剑 把我和依然劈开 就那样鱼死网破 我和他只能活一个 因为依然有时候像个恶魔 那时我月经出巢 我覆到他耳侧 悄悄地告诉他 我好像来了立架 他却不以为然 挑着眉毛地说 来就来了呗 现在是上课时间 你先憋着 我们下课再去 上课刚刚开始十分钟 如果再等三十五分钟去厕所 说不定我的裤子 已经沾满了血迹 我推推他 问他可不可以 现在就跟我去 我觉得下面留了好多好多 他却装作没有听到我说的话 对我不予理会 好不容易等下了课 我终于等他准备站起来了 谁知他拿起了桌上的书本 静止朝班长走过去 光沉 我上课有一道题目 没有听懂 可以再跟我讲讲吗 女孩的声音充满娇憨 任何一个男生都不会拒绝 于是我捂着肚子 就这么和依然站在讲台侧边 听着班长给依然讲题 那题其实很简单 我很快听懂了 依然偏偏说自己不会 又让班长再讲一遍 而班长第二遍还没讲完 上课铃打响了 我和依然只好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依旧 班长从后面叫住了我 我们都停住了 我看到依然的拳头微微地攥紧了起来 那个 你的裤子 好像脏了 哈 伴随着依然重重地吃笑声 我的脸通红 整个人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顺便把依然也带到地底 回到座位上 我问依然 你故意的 是不是 这下 他不再装听不见我说话了 得意洋洋地看着我 是啊 我就是喜欢看你出丑 尤其是 他凑到我耳边 声音讥讽 尤其是在陆光臣面前出丑 我喜欢陆光臣 后来我知道 依然也喜欢 刚入高中的第一天 陆光臣是第一个 没有用异样眼神打亮我们的人 他帅气 成绩好 又是校族球队的前锋 那样一个闪闪发光的男孩子 属于青春期 每一个怀春女孩的梦中情人 依然对陆光臣的喜欢 表现得非常明显 就像我月经出巢的那一次 他会故意凑到陆光臣面前 用一副懵懂无知的神情看着他 期望着他的解惑 男人总想对需要 我看过的某本书里 这样点评男人 陆光臣似乎很吃这套 对着依然讲题的眼睛 愈发有了光 有一天 在依然甜甜道过谢之后 他下意识地摸了摸依然的头 依然高兴坏了 喜欢陆光臣的 我却低下了头 有关陆光臣的事情 我总是记得很清楚 就像高考最后一门考完之后 我和他在特殊监考的考场出来 看到了陆光臣在等着我们 高大帅气的他 笑着向我们走来 你们考得怎么样 没有问题 依然兴高采烈地比个耶 陆光臣笑道 你们两个真是本校的传奇 说不定会手玩手去一个学校呢 他边说 边挨着依然那边 和我们肩并肩地走着 我和依旧不会一个学校 依然沟唇依然带着笑 可语气充满了冷意 依旧想去北大 我要去清华 他像是知道了不得了的事情 有些得意道 光臣 你也想报考清华 对吗 是啊 陆光臣挠了挠头 就是不知道分数够不够 你可以的 依然娇称地捶了一下陆光臣的肩膀 全程 我就像是依然携带的布娃娃 不能开口说出一句话 因为我不能妨碍他和陆光臣的幸福时光 那样 回家的我便能少挨一顿打 走到各自回家的分叉路口时 依然深吸一口气 叫住了陆光臣 光臣 我和依旧就要做分离手术了 到时候 等我们一起进了清华 我有话对你说 只有我们 即便回到家 依然还是将我当成布娃娃 没有对我说一句话 等到爸妈回来时 他才对着爸妈宣布 爸妈 我们高考完了 分离手术的时间定下来了吧 我头皮一紧 我们什么时候要做分离手术了 我以为 他跟陆光臣说的话 是试探而已 他想看他的反应 他恶狠狠地对我翻了个白眼 就在高考前 爸妈来我们房间里商量呢 你那时候睡得跟死猪一样 听不见怪谁呀 爸妈喜笑颜开 摸着依然的头 宠溺道 然然高考考得怎么样啊 依然傲慢地像个女王 清华 我势在必得 爸妈高兴地一把抱住了依然 却见我在一旁沉默不语 不由皱起了眉头 妈妈忍不住道 阿舅 你和然然一起参加高考的 怎么她考完开开心心的 你掉着个脸 真败坏我心情 依然厌我 我习惯了 爸妈不喜我 我也习惯了 可是 我无法习惯 分离手术这么重要的事情 明明我跟依然是一体的 他们居然独独瞒了我一个 就像 我活该一辈子活在丑陋中 不配因为即将自由而欣喜 头一次 我的语气 带了浓浓的不甘和埋怨 爸 妈 听说你们预约了做分离手术 可是为什么我什么都不知道 爸妈不以为然 妈妈不耐烦道 你那天睡得跟死猪一样 你怎么知道呀 这种事 然然知道不就行了 你除了抱怨 还会什么 我长期活在压抑中 睡眠不好 为了不影响高考 备考期一直有服用安眠药的习惯 而他们非要趁着我睡着的时候 商量分离手术的事 我突然很想问问他们 到底把我当什么了 我拔高声音 妈 阿舅 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现在你不是知道了吗 我和你爸刚工作回来 很累 你知道吗 而这时 毅然天天道 妈妈 我饿了 哎 妈妈马马上给你做饭 妈妈去厨房忙活后 爸爸也冲着我 直皱眉头道 你总跟着闷葫芦一样 和你商量也没用 你天天跟人家一起 怎么不跟人家多学学呢 有时候 你真让人生烦 我在不被告知的情况下 茫然地面对生死难关 我为此 不过发出一句脑骚 就全都成了我的错 父母 怎么就能偏心成这样呢 手术前一夜 我根本睡不着 我本就长期失眠 心里悠装的事 担心手术若是有什么意外 我绝对会是死去的那一个 依然也没有睡着 毕竟 这有可能是他当着我的面 最后一次埋怨我的机会 等我和陆光诚上了清华 我们会在一起的 我们会结婚 会有自己的孩子 你知道吗 你在我身边 我甚至不可以探索自己的身体 你像个诡异的偷窥者一样 一声不响地活在我身边 真让我恶心 你也偷窥着陆光诚吧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和那些花痴看他的眼神一模一样 充满着贪婪和猥琐 等我们分开了 你就再也不会依靠我 进入到我和陆光诚的生命里了 刻薄又愤恨的话 每一句都像根刺深深扎在我心里 依然比平日里还显恶毒 因为这是我们18年的连体生涯里 最后的一晚 次日 手术室的灯光 晃得我睁不开眼睛 下一秒 麻醉剂从我的脊柱缓缓推进 我陷入了一个冗长反复的梦中 我梦见我和依然不是连体人 而是生来彼此独立的双胞胎 他笑着跟在我后面叫我姐姐 可是下一秒 又狠狠掐住我的脖子 让我去死 我又梦见 成为了独立自由的依然和陆光诚 手拉着手 在五道口散的步 而不远处 我是被丢弃在垃圾堆里的一叠肉块 在血泊中蠕动着 我又陷入了另一个梦境 那里我和依然刚刚出生 医生问是不是要做玻璃手术 要保哪一个孩子 妈妈慈爱地摸着摇床上的依然 当然是然然 妈妈最喜欢然然了 那是梦吗 可这句话 听得为什么那么真实 就像是在耳边一样 一切都寂静下来 我渐渐有了意识 却因为麻醉的原因 无法睁开双眼 我的四肢 手指都动弹不得 意外发生了 姐姐这边非常危险 因为只有一个肾脏 她这边心电图指数 大幅度降低 有趋近于零的趋势 一先生 一太太 向您确认一下 这共用的肾脏 到底是给姐姐 还是妹妹 给妹妹 给妹妹 然而说自己最大的梦想 就是在舞台上跳舞 舞蹈演员 怎么可以只有一个肾呢 可是 姐姐这边情况很危险 如果把肾给了妹妹的话 姐姐这边就凶多吉少了 医生 你也说了 姐姐的情况很危险 即使把肾给她 也不一定活下来 这个肾 不如让妹妹 有一个更完整的人生 我的灵魂漂浮着 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 原来我做的那些漫长的梦 并不是梦 那些梦 就像无数个平行世界 而每一个世界中 我都是被无情丢下的那一个 我飘在手术室的半空中 看着手术台上 开膛破度的依然和我 我和她 都有着完整 又精密复杂的身体器官 唯一共有的那个肾 却在此时此刻 被医生手捧着 用最小心的姿势 放进了依然的身体里 开始缝合 主刀医生下达着指令 一阵强劲的吸力 把我吸回了我的身体里 在重新进入我身体的一瞬间 我看着依然身体里那颗肾 平静地躺在她的脊柱两侧 我是被震耳欲聋的哭泣声吵醒的 还不等睁开眼 身体右侧缝合的位置 传来钻心的疼痛 嘈杂声越来越清晰 我旋着声音侧过头 发现身边空空如也 没有妹妹 没有难堪 我和隔壁的床位之间 隔着一张淡黄色的帘子 而帘子后面 是熟悉又痛苦的爱好 然然 你快回答妈妈 你快醒来啊 然然 妈妈不能没有你啊 你睁开眼睛 睁开眼睛看妈妈一眼 爸爸妈妈把共用的那个肾给了你 爸爸妈妈要把一切都给你 你快醒来 快醒来啊 伴随着妈妈的哭号 是心电图发出的刺耳滴滴声 医生平静地声音道 医先生 医太太 我们已经尽力了 手术本身就存在风险 幸运的是 姐姐那边没有生命危险 两位请节哀 医生走后 随之而来的是 更痛彻心扉的哭喊声 我大难不死 捡回了一条命 没有人来祝贺我 那我 便祝贺我自己 我在心底哼着歌 祝我重生快乐 回家的路上 爸爸开着车 妈妈坐在副驾驶座 怀里抱着依然的骨灰 车里一片寂静 没有人说话 我的右侧空荡荡的 没了依然的吵闹 和父母的责备 我第一次感受到世界的安静 窗外的落日 飞速滑过的绿植 都那么美 从上了手术台 到现在出院 爸妈没有跟我说过一句话 我默默跟在他们身后 一进家门 一张硕大的黑白照片 映入眼帘 照片中的人 是我 依然和我是连体人 又是双胞胎 我仔细一看 发现照片中那个笑得阳光的女孩 原来不是我 毕竟 在这个家 我从未开怀地笑过 哪怕 我现在自由了 回家的这几天 没有人跟我说话 妈妈天天以泪洗面 爸爸则是烟酒不离 他们也不做饭 饿了会点外卖 但却没有我的份 我妈会在吃外卖的过程中 突然发疯 哭好道 这是然然最爱吃的 现在的我 似乎不会为此伤心了 医生都说 我是奇迹 老天让我活下来 是让我蜕变的 而不是还活在过去的阴霾中 无法走出来 虽然 父母偶尔呢喃 说是我害死了妹妹 我不以为然 所以 每次我上厕所 或者去厨房找吃的 经过那张带笑的一照时 我总会说 依然 有一天 我也能学会笑的 七天后 举办了依然的葬礼 除了爸妈的亲戚朋友之外 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也来了 我懂事的在葬礼上忙前忙后 招呼宾客 那些亲戚朋友 看我爸妈还沉浸在伤心中 安慰他们道 然然虽然没了 但你们 还有阿舅呢 你看这孩子 多懂事 我没有注意我爸妈听了此话的反应 因为我的目光 都聚集在不远处的陆光尘身上 他今天穿着一身黑色的正装 在一众穿着不合体西装的18岁少年中 显得格外耀眼 要喝水吗 我地上一杯水 他看了看我 垂下眼去 依旧 节哀 我平静道 谢谢 我妈的崩溃 发生在把依然的骨灰埋进土里的那一刻 他上一秒还静静看着埋入墓穴中的土 下一秒就扑了进去 抱住了依然的骨灰盒 当我爸和我舅舅 把我妈从墓穴里拉出来后 他目光愿毒地瞪着我 朝我扑了过来 都是你 都是你渴死了 然然 为什么死的不是你 他把我扑倒在地 掐着我的脖子 咒骂着 我的身体吃痛 眼睛求助般地盯着我爸和我舅 希望他们能来救我 可他们却在一旁冷冷地看着 他们心底似乎也在呐喊着 为什么死的不是你呀 阿舅 我妈一边哭 一边拽着我的头发 扇着我的耳光 仿佛我是这世界上 让她最痛恨的人 突然 一个黑色的身影冲了过来 迅速推开了我妈 把我从地上拉起 牵着我的手 往远离人群的地方跑去 疼吗 陆光臣盯着我的脸颊 看得我有些发热 我点点头 被我妈打过的地方 真的很痛 你爸妈 是不是很喜欢然然 是啊 喜欢然然 厌恶我 陆光臣很聪明 他瞬间意识到 说错话了 忙岔开话题 说过出一句 其实我的高考志愿 报了北大 你呢 我抬起头 第一次不用顾及依然 激动到 我也报了北大 那真好 我们又可以做同学了 我脸微红着 不自禁地抬起了头 对上他炽热 闪着光的眼睛 开学见 他摸了摸我的头 像曾经摸依然那样 很快 我拿到了北大的录取通知书 与此同时 我也找到了一份暑期工的兼职 因为有了兼职 我便不经常在家里待着 我不想看到我爸妈那副看仇人的目光 也不想在牢笼中 回忆悲惨的过往 而这样的选择 让我开朗了很多 我在兼职的店里 遇到了很多朋友 我终于感受到了 作为一个独立的人 一个普通的女孩 是种怎样的体验 曾经 旁人都夸依然漂亮 骂我拖累了依然 所以 现在的我 学会了赚钱 买衣服 打扮自己 朋友都夸我漂亮 说我入了大学 是可以竞选校花的 我自然而然的 就学会了校 因为打心底里快了 很快到了开学前夕 露睡前 我就收拾好了东西 准备明天一大早 就离开这个 给了我18年痛苦回忆的家 睡梦中 我感觉到一股难以抑制的压抑 挣扎着醒来 发现 我妈正笔直地站在床边 忧深的眼神看着我 像是索命的鬼 阿舅 明天你要上学去了 是不是 我妈的语气不怀好意 我紧绷着身子 点了点头 北大 是吗 我再次点头 录取书给妈妈看她 心底生出不好的预感 我本能拒绝 我塞行李箱里了 她也没再追问 从背后掏出了一个红色的信封 上面写着清华大学 你看 这是然然的录取通知书 如果然然还活着 现在高高兴兴 准备去上学的人应该是她 清华大学是她的梦想 她还要和喜欢的男孩表白 都是你 都是你害死了她 然然不能去上大学 你也别想上 她突然发了狂 伸出手来 双手死死掐住我的脖子 我掐死你 我掐死你 我最讨厌你这个死性样子 你去上大学很高兴是吧 我让你高兴 你不许去 我掐死你看你怎么去上学 她的力气越来越大 掐了我不住地干呕着 好像下一秒我就要窒息 我的手胡乱地拍打着她 试图阻止她 可她的手劲越来越狠 似乎要把整个手指都扣进我的脖子里 电光火时间 我的手摸到了床头柜的蘑菇形台灯 我用尽最后的力气拿起台灯 打在了她的头上 我成功了 脖子上的手渐渐失去了力气 我妈抱住了自己的头 滚到了床下 我飞快地套上外套 拖着行李箱就逃出了家 关上家门的那一刻 我又看到了依然一照上的笑脸 突然想起来 刚刚那个蘑菇形的台灯 是依然最爱的 我在卫明湖畔坐了一夜 第二天 顺利办理入校手续 躺在宿舍床上的时候 我仍心有余悸 看着全新的环境 闻着宿舍中的清香味 新来的同学纷纷跟我打招呼 夸赞我长得好看 我又平静下来 跟新同学寒暄完 手机震动起来 我拿起一看 是个陌生号码 你好 是依旧吗 是的 你是 我是陆光臣 你办理入学了吗 我已经住进宿舍了 你倒是动作挺快 电话那头的语气 似乎是带着些笑意 是啊 我并不打算告诉他 我昨晚疯了似的 从家里逃出来 并在校园里流浪了一夜 出来一下好吗 我有话对你说 听着这话 我脸莫名烧了起来 我看过很多书 隐隐猜到了陆光臣想要对我说什么 他约我在温宁湖盼见面 阳光照得湖水波光淋淋的 那波光也偶尔投射到了他帅气的脸上 阿舅 这个暑假 你过得好吗 好 你爸妈还在为然然的事情伤心吗 我不想过多提依然的事情 简单回答 是的 他微微叹了一口气 你还记得你和然然高考完 然然对我说 等上了清华 有话对我说吗 我微微一愣 下一秒 他又继续补充道 其实我也有话对你说 然然说你想报北大之后 我就决定报考北大了 阿舅 我喜欢你 然然自信开朗 吸引着所有人的目光 可是我只注意到了 在他旁边那个沉默寡言的你 你的眼神告诉我 你是一个需要被疼爱的人 让我来爱你好吗 我总觉得 他对我的爱来得太过突然 可我暗恋他 那么小心翼翼 从来都在闪躲着他的视线 将心藏起 种下后 等待萌芽 等到再也藏不住后 便告诉他 而他却先一步跟我表白了 我顺其自然 答应了 我和陆光臣成了北大校园里 令人羡慕的情侣 我们结伴上课 结伴去图书馆学习 再结伴在回宿舍的路上 做着一些情侣们该做的事情 我们也有不腻在一起的时候 是我去兼职 他去足球队训练的时候 有时他会来陪我兼职 陪我礼货架 看着我招呼顾客 练带笑意 我有时候也会去看他训练 我每次坐在场边的时候 他的队友都会起哄到 光臣 你家宝贝来了 宝贝是陆光臣私下对我的称呼 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他队友听到了 我脸通红 和他在一起 我开朗了很多 有以前那个 只会埋在书本里安静看书的依旧 变成了偶尔也会在足球场边 为他呐喊助威的依旧 其实我不是不能够开朗活泼 只是在依然旁边 我的开朗活泼 只会显得局促 大一第一学期 接近尾声的那个跨年夜 我和陆光臣 在学校外面留宿了 我们紧紧地贴在一起 那种连结有一瞬间 让我想起了依然 我和陆光臣灵魂与肉体的贴合 那我和依然呢 是命中注定的牵绊吗 疼吗 事后 陆光臣抚摸着 我右腰侧手术后留下的疤痕 疼 他随后用手指轻轻触碰着 那触目惊心的缝合伤口 低下头 轻轻地吹着 有我在 你以后都不会疼了 有那么一段时间 我真的以为陆光臣的出现 是给我的人生 做了玻璃手术 玻璃掉了我过去18年 一直被忽视 被讨厌的人生 可就在我把自己 完全交付给陆光臣后 我才发现 他也是需要被我剥离的那一部分 初春开学前的足球队 第一次训练 我想给陆光臣一个惊喜 就私下买通了他的队友 躲在更衣室里 想要给他一个惊喜 他以为没有旁人 才会选择免提的方式 跟电话那头的人聊天 听筒里传来浓厚的香音 我已经和他睡过觉了 那你准备什么时候上门提亲 妈 妈 你不要着急 我们还小 想什么呀 你爸在你这么大的时候 都有你哥了 知道了 但我们还是得再处一处 其实 我一开始看上的是他妹妹 那你怎么没跟他妹妹处啊 这不他妹妹都死了 当初手术的时候 怎么死的不是依旧呢 算了 不说这个 妈你放心 我一定会把握好这个媳妇 有了一家助力 我在北京闯荡 是不用愁了 不管是谁都好 老丈人家有钱最重要 我差点忘了 我家其实很有钱 爸妈是真心爱依然的 他们想让依然成为金圈千金 公主 我家明明那么有钱 我爸和我妈 却不想在我身上花一份 是不是 挺可笑的 试图把我当成 叛云梯的陆光臣 也挺可笑的 我躲在柜子里 始终没有出声 透过柜子缝隙里的光 我发现柜子那壁上 贴着一张照片 我一眼就看出那是依然 她穿着她最喜欢的那条白裙子 笑得宛如天使一般 我扯出一抹笑 依然 你连死都在恶心我呀 其实 刚做完手术那天 我和依然被推到病房的时候 我和她其实都醒过 我听到她说 我不需要世上有个跟我一模一样的人 依旧 你去死吧 她不知道我其实已经醒了 我只是习惯性放空自我 假装自己在睡 于是 在她想要拔掉我的吊水和氧气罩时 我翻了个身 许是她心底有鬼 因为我的动作 下了一个哆嗦 她也刚做完手术 本就虚弱 便滑倒在地 而这一倒 让她丢了命 我跟陆光臣提分手的时候 是一年一度 情侣们最喜欢的情人节 我跟她 像以前无数个日夜里那样 并肩走在卫明湖畔 陆光臣牵着我的手 她的掌心是暖的 可是那温度未能达到我的心底 于是 在她要吻我的时候 我推开了她 迎上她微微正愣的眼神 我淡然道 陆光臣 我不是依然 也成为不了依然 我们分手吧 她有些着急 一遍一遍问我 阿舅 是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好 你哪里都做得好 可是你想对她好的那个人 不叫阿舅 叫依然啊 而且我父母一点都不喜欢我 甚至断绝了跟我的关系 如果他们知道 你抛弃了依然选择了我 他们也会恶心你的 陆光臣可能觉得 我说的是气话 他甚至空着眼眶 解释道 阿舅 我承认我曾经喜欢的是依然 可是我现在真的喜欢你 我错了 你别跟我闹脾气好吗 我冷着一双眸子看着她 沙哑着嗓子问 你见过地狱吗 可能我的眼神太过可怖 她哑然 在我放不下时 我从未对外人讲述过我经历的一切 我的父母 是如何将我视为透明人 我的亲妹妹 是如何践踏我 甚至想要让我死 而挣扎着挺过来的我 又有多少人 想要我去死 哪怕是陆光臣 我冷笑道 陆光臣 玩弄我这种人的感情 你觉得有意思吗 把我当成攀云梯 践踏我崭新的未来 你很得意吗 这一次 她没有回答我 也没有再舔着脸 来求我 而是说出毫无意义的三个字 对不起 维持不足一年的恋情 我亲自为她画上了句号 就像曾经给那个家画上句号一样 如果换做以前的我 一定会自怨自艾 控诉世界对我的不公 可是 我已经学会了 人要自强 不过一个渣男 一对连亲生女儿都能舍弃的父母 哪怕他们 从我的生命中剥离 也不会影响到我的未来 不是吗 依然 谢谢你 让我学会长大